第2151章来来 我们单挑 场中寂静无声 向百族与佛家宣战 百族与佛家那是什么势力 可以说 别说佛家 就百族就可以碾压人族了 如果百族不是顾虑神族 人族怕是早已经被灭了 至于佛家 那就更别说了 那可是有老祖存在的啊 一位老祖 就可以团灭场中所有人了 杨叶现在却是要对佛家 与百族宣战 这实在是有点意气用事了 即使是临阵 也觉得杨叶有点意气用事了 杨叶看了众人一眼 然后道 诸位是觉得我意气用事 众人沉默 杨叶低声一叹 诸位 你们知道我人族 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吗 众人看向杨叶 获利 杨叶道 我人族很多时候 最缺的就是魄利 我们为什么要怕佛家与百族 不 我们应该要让他们怕我们 我向他们宣战 就是在告诉他们 我人族不怕他百族 也不怕他佛家 他们要想干 我人族奉陪到底 恕我直言 如果我们鸵鸟心态 那下一次 佛家与百族会再次针对我们 当然 我们宣战 他们也会针对我 但是 对我整个人族来说 气势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是我们先向他们宣战的 说到这 他走到了众人面前 气势 我人族现在太颓废 我们需要的就是气势 那种敢于任何一个势力战斗的气势 同时 我这也是在告诉整个人族 我们人族不怂 我们敢打 敢杀 声音落下 场中安静的落针可闻 不得不说 杨叶的话还是有些热血的 如杨叶所言 现在在整个人族之中 包括他们都觉得自己不是百族与佛家的对手 甚至有些人还在暗自祈祷 祈祷百族与佛家不要来找人族的麻烦 这是什么心态 鸵鸟心态 这时杨叶又强调道 诸位 我们人族现在需要气势 我们要告诉百族以及佛家 还有暗中的那些势力 我人族就算比他们弱 但是 我们敢与他们打 说完 杨叶转身离去 杨叶离开后 大典之中依然安静无比 过了许久 林阵突然道 也许 我们真的都老了 没了当初的热血了 众人沉默 林阵看向之前那位老者 穆老 你怎么看 穆老沉默许久 然后道 他说的对 我人族需要这么一股气势 所以 那么就请林阵兄宣战吧 林阵点了点头 那就宣战吧 人族向百族以及佛家宣战 这消息一传出来 整个大千宇宙震惊 而人族更是整族沸腾 各种声音出现 有说羊叶有种的 也有说羊叶无脑的 不管怎么样 人族向百族与佛家宣战的事情 已经变成真的了 人族这个举动 让百族有些猝不及防 因为他们并没有想到 人族竟然敢这么做 人族活腻歪了吗 这是百族无数人所想 然而 他们却是发现 现在的百族与佛家 还真不敢出兵对付人族 不单单是有神族的缘故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人族有两个人 杨叶与安南静 这两个人虽然都只是大禅静 但是百族再也不敢轻视了 因为他们已经为此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有这两人在 除非百族能够一举绝杀这两人 不然 若是这两人报复 别说百族承受不起 就是佛家都承受不起 当然 输人不输阵 对于人族的宣战 百族也做出了回应 那就是开始针对人族 人族不得踏入百族任何一族 否则 格杀勿论 林牙圣地 杨叶出了大殿后 来到了安南静面前 去哪里 跟我来 安南静说完 转身直接消失在了天际 还卖关子 杨叶摇了摇头 然后立即跟了上去 茫茫星空之中 杨叶与安南静并肩前行 一天后 安南静停了下来 此刻 他与杨叶来到了一颗星球之上 杨叶扫了一眼四周 并没有感受到生命的气息 杨叶看向安南静 安南静没有说什么 只是就那么带着他往前走 过了许久 终于安南静停了下来 杨叶抬头看去 在那不远处 有一座草屋 由杂草堆砌而成 不大 刚好居住一人的样子 这事 杨叶问 安南静依旧没有说话 他朝着那座草屋走去 杨叶无奈 只能跟上去 很快 安南静来到了草屋前 他对着那草屋 微微一礼 这时一道大笑声突然自其中传来 丫头实力又长进了啊 随着大笑声落下 一名中年大汉快步走了出来 中年大汉满脸胡渣 身上穿着一套不衣麻裤 虽然很干净 但实在是有点寒酸 放在世俗之中 就像是一个侨夫 当然 杨叶不会觉得对方是一名侨夫 安南静何其高傲之人 对方能够让他行李 毫无疑问 眼前这人非常不一般啊 中年大汉走到了安南静的面前 他打量了一眼安南静 然后点了点头 非常不错 丫头天赋很强 比起我当年 也只是差一线而已 哈哈 杨叶神色颇有些古怪 安南静天赋何其恐怖 眼前这中年大汉当年的天赋 比安南静还要恐怖 这时 安南静看下安南静 他没说假 杨叶 这时 那中年大汉目光落在了杨叶身上 打量了一眼后 他摇了摇头 比起丫头 你的天赋差太多了 杨叶满脸黑线 这时 中年大汉又到 不过 你身上有点是这丫头比不上的 那就是你的性格 你这狠辣的性格 对别人狠 谁都可以做到 但是 对自己狠 这世间就少有人能够做到了 凡是能够对自己狠的人 这人都不会是一个废人 前辈是 杨叶问 中年大汉笑道 丫头没与你说吗 杨叶摇了摇头 中年大汉大笑道 来 我刚好烤了一只肥羊 来 大家一起吃 说完 他转身进入了草屋之中 安南静看向杨叶 进去 吃 羊叶 羊叶刚踏入草屋 就闻到了一股香味 草屋内空间不大 只有一张床 床旁边 燃烧着一堆火 火上 是一条已经被烤的金黄的肥羊 那肥羊之中的油水 不断滴落火堆之中 场中顿时响起一阵阵痴痴声 很香 中年大汉直接撕下一只羊腿 然后狠狠地咬了一口 两下就吞了下去 接着 他抹了抹嘴角的油 你们自己随意点哈 安南静撕下了一只羊腿 递给了羊叶 吃 羊叶也没拒绝 直接拿起来就吃 不得不说 这羊腿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这样 三人就这么安静地吃着羊肉 过了许久 中年大汉拍了拍手 然后道 丫头这次来找我 是有事情吧 安南静点了点头 我们想变得更强 欲苏不达 中年大汉突然道 安南静道 你想办法 中年大汉摇了摇头 你这丫头 说到这 他看向羊叶 他是学见的 跟我的路子不对 安南静道 你看着办 中年大汉哑口无言 阳叶 过了许久 中年大汉沉声道 不管是武道 还是剑道 都是需要一步一步走的 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是最实用的 也是最踏实的 当然 我也知道 现在是非常时期 说到这 他站了起来 我不能帮你们压苗助长 但是 我却能够让你们基础 变得更加扎实 基础 杨叶道 我基础不扎实吗 扎实 中年大汉看向杨叶 扎实 相比一些人 你的基础确实很不错了 但是 在我眼中 你这基础扎得不行 杨叶 中年大汉看向安南静 还有丫头你的 你比他好一点 但是 也有许多不足的地方 不过 这也正常 当年的我在你这个年纪时 做的也不能说比你好 安南静放下手中的羊肉 沉默 中年大汉又道 你们两个都很不错 真的很不错 但是 你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 那就是过于追求突破了 特别是杨家小子 你的肉身与境界 都有很大问题 你这么下去 是不可能问到正祖的 就算能 也怕是无数年后的事情了 杨叶看了一眼中年大汉 前辈是 就在这时 中年大汉 突然敲了一下杨叶的头 痛 杨叶瞬间感受到了一股钻心的痛 这个痛 差点让他惨叫起来 中年大汉道 怎么 没有一个亮眼的身份 就不能说你了 杨叶 见到杨叶表情 这时 中年大汉突然道 怎么 不服 杨叶火爆脾气 一下就上来了 他一下跳了起来 老子就是不服 单挑啊 他是我师父 这时 安南静突然道 师父 杨叶瞬间愣住了 而这时 那中年大汉突然撸起了袖子 来来 我们单挑 杨叶 第2152章 我回来了 安南静 师父 中年大汉的身份呼之欲出了 此刻 杨叶神色颇有些尴尬了 打 应该是打不过的 不打 多丢人啊 进退两难啊 不过转瞬 杨叶脸上的神情 就变得坚定了起来 打 草屋外 中年大汉与杨叶摇相对 两人相隔十来丈距离 中年大汉伸出了一根手指 对着杨叶勾了勾 杨叶也没有墨迹 抬手就是一剑斩出 这一剑 破空而去 瞬间来到了那中年大汉的面前 这时 中年大汉握拳就是一轰 轰 刹那间 杨叶那道剑气直接炸裂开来 不仅如此 这一拳的拳风 直接将杨叶震到了数千丈开脉 刚一停下来 杨叶体内便是一阵翻滚 极其的不舒服 我只用了不到两成力 这时 中年大汉突然到 杨叶看向中年大汉 转瞬 它突然出现在了中年大汉的背后 下一刻 一柄剑直接插向了中年大汉的后背 这一剑 快到了即使是安南静 也只能看到一道模糊的影 然而 杨叶的剑在离那中年大汉背后 差不多还有半寸石停了下来 因为他的剑尖被两根手指给夹住了 就是两根手指 杨叶心中一惊 这时 那中年大汉的两根手指突然微微一震 轰 强大的力量直接将杨叶连人带剑 震到了数千丈开外 若是以普通人的势力 数千丈的距离 怕是人影都看不到了 中年大汉朝前踏出了一步 这一步直接来到了杨叶的面前 然后他对着杨叶隔空就是一点 这一点 杨叶四周的空间突然变换 一股极其恐怖的力量笼罩住了杨叶 被这股力量笼罩 杨叶竟然感觉自己全身无法动弹 只能坐以待毙 杨叶心中大惊 连忙施展出了剑尾 然而剑尾刚一出现 一只拳头已经来到他面门 杨叶苦涩一笑 他输了 不过 输给眼前这位没什么冤的 因为眼前这位 就是大千宇宙曾经的五帝 也是五神 既称帝也称神 中年大汉收回了拳头 然后道 说实话 你这小子确实有脾气 不过 太激进 是个刺头 我不太喜欢你这种刺头的家伙 还是安丫头好 说什么 做什么 做什么 会什么 前辈是想让他变成第二个你吗 杨叶道 变成我不可以吗 中年大汉道 老子不厉害吗 杨叶 而这时 中年大汉又道 不过 他不会变成第二个我 我在我的这条路 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而这条路 也许没有尽头 也许有尽头 不管如何 他都该走走别的路 说到这 他看向安南静 安丫头 你未来想变成什么样 安南静微微沉默 然后道 没有想那么多 只想一直学下去 文言 中年大汉低声一叹 安丫头 你可知道 比天赋 你虽然很妖孽 但是 当年的我 比你们两个 现在加起来还耀眼 可是 有一点 我不如你们两个 我不如你的地方 是心态 你的心态 比起我高了 不止一个层次 你学舞 只是因为真正的喜欢 而不是为了无敌 或者长生 从这点来说 我是真的不如你 那前辈哪里不如我 这时 杨叶突然连忙问 中年大汉 转头看了一眼杨叶 我脸皮不如你 你脸皮很厚 杨叶满脸黑线 想打人 这时 中年大汉右手一挥 转瞬 其余杨叶 还有安南静 同时消失在了原地 不一会 三人已经来到了 一处废墟之中 周围到处是断壁残垣 而在那废墟的正中央 竖着一块巨大的石碑 石碑高达十来杖 而在石碑顶 是一尊雕像 雕像是女子 女子绣发披肩 目视前方 右手负于身后 左手掌心之中 握着一柄奇异的武器 武器像刺 比正常的剑稍短 呈紫黑色 末端 形状怪异 如瘦脸 这是 杨叶问 中年大汉目光落在了 那女子手中的武器之上 知道这是什么吗 杨叶与安南静摇了摇头 黄泉天命 中年大汉轻声道 传说黄泉之河 能照前世 今生 来世 此沟据黄泉河之水 凝聚而成 终者 消前世 毁今生 灭来世 永坠地狱 不可逃脱 杨叶道 跟那剑手 谁厉害 中年大汉看了一眼杨叶 得看在谁手中用 你要明白 不管是剑 还是什么武器 都要看使用的人 让你用 再两个武器 在我面前都是渣渣 杨叶 中年大汉转头看向那尊雕像 知道这是谁吗 安南静微微摇头 中年大汉道 虚灵女 虚灵女 杨叶心中已经 他又听到了这个名字 这个传说中的超级天才 中年大汉道 此地其实就是当年 虚灵族所待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 就是虚灵族的大本营 然而 不知什么原因 整个虚灵族直接消失了 而当初那手握 皇权天命 无敌于世的虚灵女 也随之陨落 说到这 他看向杨叶与安南静 道 我带你们来这里 是想告诉你们 这世界 没有最强 只有更强 强者之路 无穷无尽 而在这条路上 踏实的走 就能够走得更远 这时 安南静看向那虚灵女的雕像 她很强吗 中年大汉点了点头 是很强 也许你们感受不到 即使现在 我都能够从她的一尊雕像之中 感受到一丝危险的感觉 丫头 你也不弱 要超越她 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安南静沉默 前辈 大千宇宙几度易主 为何大千宇宙没有破灭 杨叶突然问 按道理来说 大千宇宙是经不起那些超级强者的折腾的 但是现在 大千宇宙还好好的 中年大汉看向杨叶 知道天命吗 杨叶摇了摇头 中年大汉轻声道 你实力越强大 探索的世界越多 就会对宇宙越敬畏 宇宙怎么形成的 第一个生命如何形成的 宇宙中的那些星球 为何会有规律的自传 这是天生的 还是人为 说到这里 他沉默了片刻 然后到 很多东西 我们无法解释 最终只能想象一个东西出来 那就是天命 宇宙之中 许许多多的事情 冥冥之中 一切自有安排 所谓逆天改命 谁知道这何尝不是一种安排 杨叶沉默 这五帝的想法 跟他还是有差别的 对他来说 管他什么天命不天命的 也管他什么宇宙不宇宙的 活好自己的就行了 自己若是都活不明白 还去管什么天命宇宙 那不是瞎操心吗 你们随我来 五帝突然到 杨叶与安南静 跟上五帝 来到了一间破旧的大殿之中 当进入这大殿后 杨叶顿时感觉全是有些怪怪的 那种感觉非常怪 他也说不清楚 这是一个奇异的地方 五帝道 在这里有一个磁场 一个能够修炼的磁场 当年我偶然发现了这个地方 然后就没有离开 可以说 我当年能够成长那么快 这个地方 功不可没 修炼 杨叶眼中闪过一抹亚弈 怎么修炼 五帝脸上泛起一抹笑容 一股灵气突然出现在四周 转瞬 不远处 杨叶直接爬在了地上 毫无征兆地趴在了地上 此刻杨叶也是有些猛 他连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趴在地上的 想要起来 然而 他却惊骇地发现 自己根本不能动 完全不能动 杨叶看向五帝 五帝右手一挥 场中恢复了正常 杨叶也恢复了正常 但是全身还是感觉 非常的不适应 中年大汉道 有人将宇宙之中地空间重力 强行浓缩在这里 可以这么说 这里的重力若是全部放出来 足以顺秒十位圣人 也只有老祖级别的强者 才能无视这里的重力 而这重力 非常适合修炼 当然 也只适合你们两个 其他人来 怕是适应不了 文言 杨叶点了点头 经五帝这么说 他也意识到 若是在这里修炼剑技 或者武技 那作用 真的很恐怖 就在这时 天秀抱着小白 突然出现在了杨叶的面前 嗯 杨叶看向天秀 天秀轻声道 哥哥 我想与小白到处玩玩 可以吗 杨叶犹豫了下 然后看向五帝 五帝看了一眼 小白与天秀 然后道 在这里 他们是安全的 文言 杨叶看向天秀与小白 别跑太远 天秀与小白 一直在鸿蒙塔内 对于两个小家伙来说 也是想来外面玩玩的 当然 之前杨叶是不允许的 因为太危险 而现在 有着中年大汉仔 在这地方 是不可能有人 能够伤得了他们两个的 得到杨叶答应 小白一下飞到了杨叶肩膀上 然后狠狠蹭了蹭 杨叶的脸颊 接着 他一蹦一跳的 与天秀消失在了不远处 那五帝看了一眼 小白 最后目光在天秀身上 停留了下 过了许久 五帝收回目光 转头看向杨叶与安南静 现在就开始吧 天秀跟着小白 一蹦一跳 来到了之前 那尊雕像之前 天秀仰着小脑袋 看着那尊雕像 眼中带着一丝茫然 我回来了 而就在这时 咔嚓 随着一道清脆声响起 那尊雕像突然裂了开来 第2153章 无皇无敌 虚灵女雕像 裂得越来越快 不一会 那整座雕像 就已经化作一堆尘埃 然而 那之前雕像手中握着的 那黄泉天命 却是落在了天秀的面前 不过 是石雕状态 天秀身旁 小白眨了眨眼 小爪轻轻摸了摸 然后转头看向天秀 天秀也看向小白 两个小家伙 你看我 我看你 这时 小白抓住那黄泉天命 递给了天秀 天秀犹豫了下 握住了那黄泉天命 刹那间 那黄泉天命 闪出了一道黑光 不过 一闪而逝 两个小家伙 都没有发现 天秀看了看 手中的黄泉天命 然后轻声道 这是石头 小白却摇了摇头 小爪比划了下 表示这是宝贝 看起来像石头 但是他的感觉告诉他 这是宝贝 宝贝 天秀眨了眨眼 然后将手中的 黄泉天命 递给了小白 帮我看看 小白眼睛眨了好几下 他也没有拒绝 他接过那黄泉天命 他低着头 研究了好一会 最后 他小嘴微张 不断往里面喷灵气 然而 那黄泉天命 没有任何反应 小白脸上出现了疑惑之色 想了想 他握着爪中的黄泉天命 往地面敲了敲 然而还是没有反应 最终 小白看向天秀 天秀接过那石雕 黄泉天命 他犹豫了下 然后也往地面敲了敲 咔嚓 随着一道清脆声响起 在两个小家伙 惊骇的目光之中 场中地面突然裂了开来 不仅场中 这一刻 整个星球的大地 在这一刻都军裂了开来 如果从宇宙星空之中 俯瞰这颗星球 就会发现 这颗星球 就像是一个被敲击过的鸡蛋 场中 天秀与小白相视了一眼 两个小家伙眼中 都是带着一丝害怕 闯祸了 这是两个小家伙 此刻的想法 这时 小白偷偷瞄了一眼 杨叶与安南静的位置 然后他竖起了小爪 放在自己嘴巴前 做了一个虚的动作 天秀连忙点了点头 很快 两个小家伙 小心翼翼地逃离了原地 在两个小家伙离开后 那中年大汉 突然出现在了 之前两个小家伙的位置 中年大汉扫了一眼四周 沉默了许久 他摇了摇头 然后消失在了原地 天秀并没有与小白回去 而是带着小白 一蹦一跳 来到了一处废墟之地 在这废墟之地 到处是一些坟 这些坟很大 每一座坟 都足足有十来丈之宽 而数量 足足有数百座 小白扫了一眼四周 这里有些阴凉 他不太喜欢 而这时 天秀突然拉住 他的小爪 然后道 我 我们等等再走 好不好 小白犹豫了下 然后比划了下小爪 表示这里应该没有宝贝 天秀轻声道 我 我就待一下 好不好 小白轻轻点了点小脑袋 他瞄了一眼四周 最后跳到了天秀的肩膀上 这样让他觉得安全一些 天秀看了一眼四周那些坟 他就那么看着 看着看着 他双眼之中突然流出了两行清澈的液体 小白 就在这时 天秀缓缓跪了下去 无以天命起誓 死足不灭 无怨永坠 无见面欲 这时 小白轻轻揉了揉天秀的小脑袋 天秀缓缓站了起来 眼中却是带着一丝茫然 不过很快又恢复清明 他缓步朝着那坟地深处走去 不一会 他来到了一条河前 河水很清 可见河底 小白看向天秀 眼中满是不解 天秀轻声道 小白 以前好多好多人在这里死去 小白 小白想法其实很简单 跟着洋夜混 找宝贝 好好玩 跟他说复杂的东西 他是不太感兴趣的 这时 天秀突然抬头看向了天际 在他眼中 出现了丝丝波澜 而在他脑中 突然浮现出了一个画面 灰暗的天空 小雨 空中 站着一名身着紫色长袍的女子 女子助力空中 右手负于身后 左手握着一柄奇异的武器 正是那皇权天命 在女子的下方 也就是大地之上 三十来人 这些人 体型比一般人族高大一些 模样与人族也有点不同 这三十来人 都是穿着青一色的蓝色长袍 而在这三十人的身后 还有数百头体型硕大的妖兽 这些妖兽外形颇为猙獰 都长着长长的獠牙 身上散发着凶利的气息 而在这妖兽的身后数万丈内 是无数城池 天地一片安静 只闻呼吸声 过了不知道多久 天空中的那女子突然睁开了眼睛 她抬头看向那虚空深处 此战 圣 虚灵族火 败 虚灵族王 圣 下方 不远处城池之中 无数声音 齐齐呐喊了起来 无皇无敌 无皇无敌 整个天地间 瞬间沸腾了起来 而这时 天秀突然收回了目光 画面戛然而止 过了许久 天秀看了一眼那河 改天再来 我们走吧 说完 她带着小白转身离去 此刻的杨叶与安南静还在修炼 在那有宇宙重力的大殿之中修炼 对杨叶来说 是痛并快乐着 大殿之中的重力 比她想象的还要恐怖许多 在这个地方修炼 难度极其的大 原本 她能一吸出无数箭 但是现在 她一吸就只能出一件 这已经是她现在的极限 在这种重力下 就是呼吸都有些困难了 不过她知道 在这种重力下修炼 对自己的好处是无与伦比的 只要她适应了这种重力 那当她在正常的环境时 她的实力肯定会变得非常的恐怖 当然 现在的她就难受了 在不远处 是那中年大汉 中年大汉面前 是一只烤全羊 中年大汉完全没有管安南静 与羊夜 只顾着吃羊 就在这时 天秀与小白 一蹦一跳地回来了 中年大汉看了一眼两个小家伙 然后继续吃羊 这时 小白突然落在了那中年大汉面前 他看着面前的那只烤全羊 犹豫了下 他小爪指了指那只烤全羊 想吃 中年大汉道 小白点了点小脑袋 接着他小爪摊开 一枚仙晶石落在了那中年大汉的面前 买 小白的意思很明显了 将仙晶石给了中年大汉后 小白就直接撕下了一块羊肉 递到了自己嘴中 很快 他眼睛圆睁了起来 眼睛急眨 好吃 紧接着 小白又撕下了一块羊肉 中年大汉 很好吃吗 这时天秀走了过来 轻声道 小白点了点头 然后又拿出一块仙晶石 递给了中年大汉 接着 他撕下了一小块羊肉 递给天秀 后者犹豫了下 然后接过了羊肉 放进口中 很快 天秀眼睛一亮 真的好吃耶 小白咧嘴一笑 就在这时 那中年大汉目光落在了天秀身上 小姑娘是哪里人啊 天秀看向中年大汉 他犹豫了下 然后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中年大汉 微微一震 然后轻声道 那小姑娘以后想去哪 天秀想了想 然后道 跟着哥哥 还有小白 哥哥 中年大汉 转头看向不远处的杨叶 此刻 杨叶还在练他的剑技 中年大汉收回目光 再次看向天秀 为什么要跟着他 天秀看向中年大汉 不可以吗 中年大汉摇了摇头 笑道 肯定是可以的 只是 他现在可能是很危险的 你们跟着他 不怕吗 天秀摇了摇头 哥哥会保护我的 小白连忙点了点头 表示赞同 中年大汉笑了笑 没有再说什么 继续啃着羊肉 就这样 接下来的时间里 杨叶与安南静 每天开始疯狂修炼 而小白与天秀 时不时地来看看 而更多的时间 两个小家伙都在外面瞎逛 天秀对这个地方 似乎有些熟悉 经常带着小白 去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 有中年大汉仔 杨叶也不管这两个小家伙 任由他们到处瞎逛 大殿中 杨叶盘坐在地 在他面前 是那柄断醉 这段时间来 他每天都在练一些基本动作 比如刺 砍 挑 斜刺等 这是那中年大汉强行要求他练的 按对方的话来说 这种基本的东西 很多时候才是最重要的 经过数月的苦修 那中年大汉 勉强觉得他合格了 而现在 他要练的就是剑技 在这宇宙重力之下 练他的藏剑杀 与被刺杀 突然 杨叶伸手握着断嘴消失在了原地 然而 他并没有出现在自己想出现的位置 场中的重力让得他的速度至少变慢了数十倍 现在的他 施展这被刺杀 随便来个普通选择都能够轻易躲过去 实在是太慢了 非常的不满意 练 疯狂的练 他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将这被刺杀在这宇宙重力之中 练到像在外面那般快 第2154章离开 修炼无岁月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转眼 时间已经过去半年 在大殿旁边不远处 中年男子专心地烤着一只羊肉 在他身旁 坐着一名小女孩 正是天秀 而在天秀肩膀上 坐着一个白色小家伙 这个小家伙自然就是小白 此刻 两个小家伙目光一顺不顺地盯着面前的那只烤羊 就差流口水了 中年大汉看了一眼小白与天秀 有些好笑 这两个小家伙这段时间来 除了每天到处瞎逛 剩下的时间就是找他烤羊肉 特别是这小白 每次找他都会给他一块鲜精石 他堂堂五弟完全成为了一伙夫 五弟在将那只烤羊翻滚了一下后 然后看向不远处的羊叶 此刻羊叶不断地消失 然后又不断地出现 被刺杀 羊叶现在专注的就是这一招 半年下来 他已经将这一招修炼到了如外界那般快 五弟打量了片刻后 然后微微点头 勉强可以了 在这种情况下 能有如此速度 在大蝉镜之中 确实算得不错了 而现在 如果羊叶出来 那速度与威力 虽然还不能威胁到老祖级别的强者 但是 也绝对不是圣人能够抗衡的了 不是圣人接 却拥有超越圣人的实力 也差不多了 五弟轻声说了一句 然后 撕下了一只羊腿递给了小白与天秀 天秀与小白相视了一眼 最后 天秀接过了那只羊腿 就这样 两个小家伙开始啃了 没过多久 不远处的羊叶突然停了下来 他从大殿之中走了出来 刚出大殿的那一刻 羊叶整个人都猛了 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 在大殿之中 他受到了宇宙重力的强压 这让得他在里面 比外面的速度下降了无数倍 而当他适应了里面的那重力之后 再出来 他惊骇地发现 他居然不适应外面了 很正常的事情 这时五弟突然道 适应几天就好了 现在的你身体的适应能力 与外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对你来说是好事 文言 杨叶放下心来 他走到了五弟面前 然后抱了抱拳 多谢了 五弟摇了摇头 不用谢我 我只是带你来到这个地方而已 杨叶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他看向一旁的天秀与小白 小白一下飞到了他肩膀上 不断蹭着他的脸颊 看到杨叶 天秀脸上也是泛起了一抹笑容 杨叶揉了揉小白的小脑袋 然后笑道 你们两个小家伙 这段时间应该玩得很开心吧 小白蒙点脑袋 这段时间太自由了 可以到处瞎逛 杨叶笑了笑 然后转头看向不远处的安南镜 安南镜还在修炼 不过 安南镜修炼的并不是五级 而是普通的基础招式 他应该也快好了 五弟突然道 等他好了之后 你们就离开吧 杨叶点了点头 也确实该离开了 在这里将近半年的时间 也不知道人族杨连双等女怎么样了 现在就只等安南镜了 杨叶看了一眼眼前的中年男子 然后道 向前辈打听个事 前辈知道史文明那一族吗 史文明 中年男子看了一眼杨叶 你竟然知道史文明 偶然所知 杨叶道 五弟微微沉吟 然后道 在所有族之中史文明那一族 是我们大千宇宙最古老 也是最神秘的一族 比虚灵族与史前一族都要神秘 我们大千宇宙对他们的记载 几乎为灵 知道的人更是少得可怜 说到这 他看向杨叶 你却能够知道 让我有些意外 杨叶道 前辈也知道 五弟轻声道 知道的不多 只是知道他们离开大千宇宙了 离开大千宇宙了 杨叶有些失望 他摇了摇头 然后道 其实 当下大千宇宙 也并非就是绝路了 我曾接触过他们 他们曾言 这大千宇宙就是一个天然的阵法 但是 我们大千宇宙的生灵 实力较弱 要启动这阵法 除非举整个大千宇宙所有生灵的力量 但是前辈也知道 现在大千宇宙各方势力错综复杂 想要大家联手 倒不是没可能 毕竟 大家都想活命的 但是 应该是没有人会相信我的话 确实不会相信 五弟道 这大千宇宙确实是一个大阵法 但是 要启动这阵法 各族怕是都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而一旦付出代价后 又没有能够离开 然后又有强敌出现 那时 大家都得完蛋 杨叶道 如果前辈站出来 应该是能够 我 五弟摇了摇头 你就别指望我了 大千宇宙啊 复杂得很 我掺和进去 怕是得累死 当然 最重要的是 我没那个闲心去管那么多闲事 杨叶苦笑了笑 我原本以为 前辈你是那种正义人士呢 不是说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吗 五弟斜了一眼杨叶 你想多了 说到这 他沉默了片刻 然后道 其实 如果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帮一帮 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问题是 大千宇宙势力错综复杂 大家都只想着自己的利益 你让我去做好人 别人可能还觉得我爱眼 出力不讨好这种的事情 我是不会去做的 而且 就算我出去 三大家 百族 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里会听我的 杨叶沉声道 那前辈就要看着大千宇宙这么亡了吗 五弟摊了摊手 你这说的 好像大千宇宙若是亡了 就是我的责任一样 杨叶 这时 五弟道 别扯这些了 我们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至于大千宇宙的事情 就让他们自己继续去瞎折腾吧 等到了绝路的那一天 他们自己会想办法的 杨叶道 他们的办法就是来抢我的小白 小白 哈哈 五弟大笑了起来 你小子说了这么久 帮大千宇宙是假 帮自己才是真啊 我若出来联合大千宇宙各方势力 他们的目光就会落在这大千宇宙的阵法上 而不会来找你 对吧 杨叶也不尴尬 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不过 就算他们来找我 我也不怕 我杨叶最不怕的就是杀人 五弟微微一笑 这些不关我的事 前辈关心什么呢 杨叶笑道 五弟看了一眼杨叶 你小子好奇心很强啊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这 他突然转头看向安南静的位置 这时 安南静走出了大便 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五弟打量了一眼安南静 感觉如何 安南静 点了点头 很好 五弟微微点头 然后道 你们现在的实力 圣人对你们来说 根本没有威胁 不过 不要小觑老祖级别的强者 就算是我 都不敢小觑他们 四大老祖 没有一个是简单人物 他们真正的实力 也是一个谜 总之 可以用深不可测来形容他们 除了那几个老家伙外 还有一些神秘的生灵 也不可小觑 总之一句话 也以为自己无敌了 说完 他转身就走 去哪 这时 安南静突然倒 五弟停下脚步 去一个地方 一个很早就想去的地方 丫头 未来的路需要你自己走了 不过 我对你有信心 如果你能离开这个家伙 那就更有信心了 这个家伙身上的麻烦 是真的特别麻烦 说到这 他看了一旁天秀一眼 就算这小丫头长大 怕是也难以解决那个麻烦 那位 是真心强啊 说完 其直接消失在了天际 杨叶 安南静看向杨叶 一直在你身旁 杨叶心中一暖 我知道 安南静微微点头 不再说话 杨叶扫了一眼四周 然后看向天秀与小白 快吃 吃完我们离开 小白咧嘴一笑 然后转身去撕了一条长长的羊腿 递到了杨叶的面前 杨叶哈哈一笑 然后看向安南静 来 我们一起吃 吃完再离开 安南静微微点头 也不拒绝 就这样 几个家伙狼吞虎咽的 将那只烤全羊吃了个精光 小白有些意犹未尽 他看向杨叶 然后小爪快速挥舞起来 意思是 以后去哪找那个烤羊的大汉 杨叶哈哈一笑 揉了揉小白的小脑袋 敢让一位五地烤羊 也就只有你小白了 说完 他抱起小白与天秀 直接消失在了天际 安南静也随之跟了上去 天际 就在他们要离开那颗星球时 杨叶怀中的天秀 突然低头看向了下方 他眼神渐渐冰冷了下来 在他眉间 悄然浮现异物 黄泉天命 第2155章杀人才好玩 人界 杨叶与安南静回到人界后 安南静进入了鸿蒙塔中 而杨叶则来到了临牙圣地 大殿中 在大殿内 都是来自人族各地的强者 全部齐聚一堂 人族圣人到目前为止 也就不到19人 19人 这可以说是人族真正的实力了 别看人族传承无数年 其实能够拥有19人 已经不易了 圣人不是那么容易诞生的 虽然杨叶与安南静 已经拥有超越圣人的实力 但他们终究不是圣人 而且想要达到圣人 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 殿中 众人目光都集中在杨叶身上 此刻的杨叶已经给了众人 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人族天才 众圣心中还是颇有些欣慰的 人族虽然很多时候喜欢内战 但是 每当人族有危机之时 终究还是有人会站出来的 人族败过 但是 却未被征服过 败族有动静吗 杨叶问 这时 下方的杨连霜突然站了出来 最近半年 百族基本没有什么动静 但是 大千宇宙却是发生了一些怪事 许多小千世界的大陆的灵气 已经在慢慢消失 到目前为止 已知毁灭的大陆 已经不下30 而且 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不仅小千宇宙 中千宇宙与我们大千宇宙 许多地方的灵气 也开始在枯竭了 末法时代 场中气氛有些沉重了起来 杨叶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这末法时代 已经在慢慢开始了 就在这时 林震突然走了进来 他看向杨叶 丁家有请 丁家 杨叶眉头微皱 有说什么事吗 林震摇了摇头 只是请你去一趟 说有事相伤 怕是有诈 这时 一名老者突然到 杨叶看向那老者 老者名宣老 在人族之中的辈分很高 也可以说是活得最久的一位圣人了 值得一说的是 这位宣老曾经是圣人联盟的成员 而当初圣人联盟要求对方来杀他时 这宣老拒绝了 这时 那宣老看向杨叶 你现在是我们人族的核心 万事都得小心为妙 切不可有丝毫的大意 别看人族现在团结在了一起 但是 这是因为有杨叶在 杨叶作为核心 凝聚了整个人族 而人族重强者对他也是服气的 但是 若是换个人来 就做不到了 即使是当年的人均 也没有让人族各方势力完全臣服 我觉得 可以去 就在这时 一旁的杨连双突然到 说着 他对着那宣老微微一礼 然后接着道 丁家一直以来 都是中立 这次他们来请杨叶 应该是有什么想法 在我看来 这应该与百族有关 至于宣老所说的危险 自然也是有的 不过 我相信 他对自己实力应该很有信心 说到这 他看向杨叶 微微一笑 众人看向杨叶 杨叶想了一下 然后道 去见见吧 我也想知道 现在兵家还有百族 都是些什么态度 宣老微微点头 那你自己多加小心 若是有事 传音给我等即可 说到这 他顿了顿 又道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人界有些地方 灵气已经开始在枯竭 那里的人 接纳他们 这时 杨叶突然到 诸位 现在是我人族危难时刻 我希望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说着 他拿出了一枚纳戒 放在了面前的桌子上 这里面 有一百万仙京石 怎么用 你们自己商量 如果不够 那大家就捐一点吧 说完 他走出了大殿 一旁 林阵跟了出去 一百万仙京石 殿内 一片沉默 一百万仙京石 这真的不是一笔小数目 哪怕是常中的都是圣人 但是他们全部家当加在一起 怕是也没有一百万仙京石 而在这末法时代 最珍贵的东西将就是仙京石 过了许久 那宣老低声一叹 我不如也 平心而论 如果是他自己 他是不会一下将如此多的仙京石 交出来的 特别是在这种时候 这时 宣老看向杨连霜 你来处理吧 杨连霜点了点头 收起了那件 一百万仙京石 就算是他都有些动容 店外 杨叶看向跟出来的林阵 前辈有事 林阵点了点头 实不相瞒 有一事相求 请说 杨叶道 林阵犹豫了下 然后道 我想请小友收书牙为徒 书牙 杨叶自然没有忘记 就算那位获得了如祖传承的少年 杨叶道 为何 前辈应该知道 他与我走的路将完全不一样 林阵苦笑了笑 我知道 我只是想让他多一个身份 一个保命的身份 即使某天我林阵不在了 在这人界 在这大千宇宙 也没有人去敢打他的主意 杨叶明白了 书牙是如祖传人 而如祖与如家却被灭 林阵怕那些灭了如家的势力 不放过书牙 如果对方不放过 以他与林家的实力 他们根本保不住这书牙 杨叶 纵观整个人族 也只有杨叶才能让那些暗中的人忌惮 想到这 杨叶点了点头 好 文言 林阵心中一松 然后对着杨叶恭敬一礼 小友之恩 我林家永世难忘 今后 我林家皆以小友马首是瞻 杨叶的答应 无疑是给书牙与林家 都贴上了一张保命符 而即使是那些势力出现 要杀书牙 书牙有杨叶宝 那活下来的希望也是非常大的 杨叶道 前辈客气了 说完他转身消失在了天际尽头 原地临阵看着杨叶离去的方向 此刻他心中是有些庆幸的 庆幸当年没有听人军之令去追杀杨叶 如果他当初那么做了 如今的结果怕是完全不一样了 不管如何 现在的结局是好的就好 杨叶离开了人界 来到了兵界 这一次 他再次碰到了那兵界守护者 对方看了他一眼 然后让了开来 此时的杨叶 已经不是当初的杨叶 圣人对杨叶来说 根本没有什么威胁 这守护者自然知道这一点 因此 并没有去刁难杨叶 当然 也不敢 现在 杨叶就算杀了他 怕是兵家都不能拿杨叶怎么样 杨叶也没有去与对方计较曾经的事情 他直接进入了兵界 刚进入兵界 一名中年男子便是出现在了他面前 中年男子打量了一眼杨叶 然后道 请随我来 说完 其转身离去 杨叶扫了一眼四周 随即跟了上去 在中年男子的带领下 杨叶来到了一处竹林深处 深处 竹屋两座 两座竹屋遥遥相对 中间是一条河 清澈见底 在河的上空 有六人 其中两人杨叶认识 其中一位 正是那兵家老祖 也就是兵祖 还有一位 正是那天祖天君 天君 杨叶微微沉吟 然后走了过去 兵祖打量了一眼杨叶 然后笑道 恭喜小友 实力大增 杨叶微微摇头 对前辈来说 依然如蝼蚁 兵祖道 谦虚了 小友请坐 声音落下 杨叶身后出现了一张 由水凝聚而成的水椅 杨叶也不犹豫 直接坐了上去 至于天君等人 他直接无视了 对此 天君脸色虽然有些阴沉 但却也没说什么 这时 道祖突然道 我来介绍一下吧 旁边这几位 分别是天族天君 巫族巫皇 灵族灵神 魔族魔君 妖族妖神 杨叶打量了一眼那几位 这几位虽然都是圣人静 但是 绝对不是普通圣人静 可以说 这些人 已经半只脚都踏入了阻径 这几位 是真正各种中的老怪物 当然 除天君外 此刻的天君 反而是那几位之中 资历与辈分 包括实力最低的那位 他在看那几人 那几人也在看他 目光之中 皆是带着好奇 这就是大千宇宙 目前最耀眼的少年天才 兵族道 这次将诸位叫来 是想与诸位商量一些事情 想必诸位都已经知道 末法时代已经慢慢降临 再过不久 大千宇宙怕是就要成为荒芜宇宙 而此刻 我们大千宇宙却还在内战 如此下去 大千宇宙怕是要亡 而大千宇宙若是亡 我等自然也不会有好的结果 这次让大家来 是希望大家暂时罢手 不要在暗中针对诸位觉得如何 说着 他看向杨业 显然 是想看杨业的意思 杨业笑道 我觉得前辈说的很有道理 打打杀杀的什么 真的没什么意思 大千宇宙需要和平 我杨业非常赞成和平 兵族看了一眼杨业 然后转头看向天君等人 天君看了一眼杨业 想要和平可以交出领主 就在这时 杨业脸上的笑意瞬间变冷 他谈了谈自己衣服上的一片竹叶 然后道 不好意思 刚才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 和平什么的 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觉得我们还是战吧 杀人才好玩 众人 第2156章 你还是闭嘴的好 场中气氛瞬间紧张了起来 杨业面无表情 让他交出小白 这些人是想多了 就在这时 那天君突然想说什么 而杨业却是站了起来 他看向那兵组 其实 我是很有诚意的 但是现在看来 有的人没有诚意 既然没有诚意 那就不用再谈了 说着 他看向天君等人 你们若是想开战 我杨业随时奉陪 说完 他转身就走 原地 天君等人 脸色皆是有些难看 这杨业 太嚣张了 小友请稍等 就在这时 那兵组突然到 杨业停下脚步 转身看向兵组 静待下文 兵组道 百族若是强攻人族 小友觉得人族守得下来吗 杨业摇了摇头 肯定守不下来的 文言 兵组眼中闪过一抹诧异 随即又道 那小友 杨业笑道 守不下来 那就不守吗 他百族杀我 人族多少人 我就去百族杀多少人 我人族若是被灭 我就灭百族 于死网破 兵组双眼微眯 此刻的他 有些头疼 眼前这家伙 完全就是一个疯子 这家伙摆明了就是 百族若是敢动手 他就敢于死网破 别说 别说百族 就算是兵家 都有点忌惮 兵家 若是他被人牵制住 谁能阻挡这杨业 没有人能阻挡 而且 这杨业身边 还有一个超级妖孽 如果说 大千宇宙年轻一代 谁能阻挡杨业的话 也就那安南静了 然而 这安南静是杨业的人 你对自己似乎很自信 就在这时 天君突然道 可你有没有想过 我等若是先杀了你呢 杀我 杨业嘴角微先 恕我直言 我不是针对你们 你们真的不够看 特别是你天君 我杨业今天把话撂在这 我们单挑一场 十招杀不了你 我杨业任由你们处置 你敢不敢 此言已出 场中瞬间安静了下来 安静得如同凝固 十招杀天君 不是偷袭 正大光明的单挑 这杨业是疯了吗 而就在这时 杨业又道 我改变主意了 文言 众人心中微微一松 这杨业看来是有点口不择言了 而就在这时 杨业又道 杀你一个天君 哪里需要十招 三剑就可以了 众人 此刻 天君的脸色极其的难看 就像是猪肝色 他天君能耸吗 自然不能耸 天君走了出来 正要说话 而就在这时 那兵祖却是对着他摇了摇头 见到这一幕 天君眼瞳骤然一缩 兵祖阻止他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兵祖觉得杨业能够三招杀他 怎么可能 天君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杨业看了一眼兵祖 然后道 前辈 最后再问一遍 你们有没有诚意 没有诚意 我就先走了 对了 多问一句 现在兵家已经跟百族联手了吗 兵祖微微摇头 我兵家不掺和这些事情 这次我兵家出面 只是想做个合适老 虽然他不惧杨业 但是也不想招惹杨业这个刺头 佛家已经尝到痛了 他不想兵家再重蹈覆辙 何世老 杨业点了点头 但是现在看来 前辈这个何世老注定是要失败了 说到这 他看了一眼天君等人 如果百族主事的还是天君 那我可以告诉诸位 什么都不用谈了 百族不惧我人族 我人族也不惧百族 要战 我杨业与人族随时恭候 你真的想鱼死网破 就在这时 妖族的妖神突然到 杨业看了一眼妖神 我的耐心很小 如果诸位还要在这 与我说这些没有意义的话 那就恕我不奉陪了 说完 杨业转身就走 我们可以不要灵主 就在这时 一旁的灵神突然到 杨业停下脚步 转头看向那灵神 灵神到 灵主的事情 我们可以暂且搁着不谈 日后再谈 现在我们可以谈谈别的事情 你觉得呢 杨业道 说说看 灵神走到了杨业面前 末法时代已经来临 我们需要找一条退路 但是 这个退路很难找 不过 据我们所知 那灵主却是有那能力 毕竟 他能够让所有天地灵物亲近 我们希望你能让他帮我们寻一条出来 一旦有新的出路 我们百族与人族 还有你杨业之间的所有恩怨 都没了 说到这 他顿了顿 又道 如果你拒绝 就等于是在决我们后路 我不是威胁你 但是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除了与人族 还有你杨业开战 抢夺灵主 我们没有别的路走 这是实话 也是我们最后的想法 不过 我们也知道 你杨业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身后也有强者撑着 开战 只会是两败俱伤 但是 对我们来说 不开战 只能等死 开战 却是有一线希望 杨业沉默 因为他知道 这灵神说的没错 一旦找不到退路 百族必定会来找他 杨业与小白 一旦到了绝路 哪怕他身后 有三位老祖强者在 也是阻挡不了这些人的 都想活着 灵神又道 我们所想谈的 就是这条 你用灵主 助我们寻找新的出路 若是找到 我百族感激不尽 其实 他们何尝不想将 灵主掌控在自己手中 但是 眼前这个杨业 不是个阮世子啊 之前他们已经那么做了 而结果是 灵主没有得到 他们各族 反而还损兵折将 即使是佛家 也选择了暂时退避 那一刻 他们知道 得换一个办法了 于是请来了兵祖 场中 杨业沉默了许久 然后道 这么说 你们是赖上我了 灵神道 可以换个角度来想 你杨业也是需要为人族 寻一条出路的 不是吗 既然都是在找 何不一起找 大家一起逃离大千宇宙 不好吗 找出路 杨业看了一眼灵神 然后道 我可以帮你们找 不过 我有几个条件 你还要提条件 这时 不远处的天君 突然冷声道 你 你什么你 这时 杨业突然看向天君 你能不能给我闭嘴 若是闭不上嘴 那我们就来单挑啊 单挑 天君的脸 顿时变成了猪肝色 正要说话 那灵神却是率先道 说说你的条件吧 杨业看向灵神 条件也很简单 第一 我需要先精神 不多 就三百万 三百万 一旁的天君突然怒道 杨业 你 翁 就在这时 一道剑光在场中一闪而过 轰 那天君整个人 直接被这道剑光 震到了数千帐外 其刚一停下来 其右半边的身子 直接飞了出去 鲜血如注 五脏都差点倾洒出来 不过 并未死 因为躲过了要害 然而 场中却是突然静了下来 那兵组看了一眼扬夜 随即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而一旁的妖神 与灵神等人神色 却是变得无比凝重了起来 一剑 一剑就差点秒杀了天君 这实力 这杨业是老祖吗 场中气氛变得极其沉重了起来 应该说是压抑 这一剑带来的压抑 而那天君此刻的心 已经震撼得无以复加 一剑 杨业这一剑 他竟然没有接下来 准确地说是 他差点被这一剑给秒杀了 恐怖 天君脑中浮现出了这个念头 杨业没有再出手 他看了一眼那已经被砍残的天君 我觉得 你还是闭嘴的好 说着 他看向一旁的灵神 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谈谈我的条件了吗 当然 如果阁下觉得 之前那条件不行的话 那我们就不需要谈了 你们想战 或者别的什么 都可以 强势 就是这么强势 不得不说 对于杨业的强势 灵神等人心中 皆是极为的不舒服的 这杨业与人族 明明是弱势的一方 但是 这杨业表现出来的 却是像强势的一方 灵神压住了内心之中 不舒服的感觉 然后道 三百万仙京时 你要做什么 杨业道 很简单 你们让灵主办事情 不需要付出代价吗 你们以为灵主是我杨业宠物 想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 他是大爷 想要他办事 就必须要先精实 怎么 看你们这表情 你们是觉得 这先精实是我杨业要的 我是那种人吗 灵神眼中带着一丝狐疑 显然是在怀疑 这时 杨业道 灵主 那可是灵主 不付出代价 他怎么可能帮你们做事 我 说到这 他突然停了下来 过了一回 他看向灵神等人 没办法了 他改变主意了 他要五百万仙京时 没有五百万仙京时 他是不会出面的 众人 小白 第2157章史灵星 五百万仙京时 即使是那兵族 也是忍不住眼皮一跳 五百万仙京时 可不是小数目 这杨业 是真的在狮子大开口啊 场中气氛 再次变得有些压抑了起来 现在 就看那灵神 答不答应了 不答应 显而易见 那就是要开战的节奏 答应 那就等于是妥协了 开战还是妥协 过了许久 那灵神 微微点了点头 你说的对 灵主乃天地灵物 要他帮我们做事 肯定是要给好处的 五百万仙京时 我们给你 选择妥协了 杨业脸上 泛起了一抹笑容 而这时 那灵神又到 希望他收了 我们的仙京时候 能够为我们 找出一条生路 当然 杨业笑道 他会尽力的 不是尽力 灵神指示杨业 是一定 杨业与之对视 你说一定就一定吧 两人对视许久 最终 灵神转头看向妖神等人 后者等人 微微点了点头 不到一会 几位至强者 就凑够了五百万仙京时 对此 杨业自然是 一点都不客气地笑纳了 收起仙京时候 杨业又到 还有一个要求 这不是灵主的要求 而是我自己的要求 你们别这副表情 不是什么非常难的事情 就是一件小事 我需要你们的情报 对大千宇宙各方势力 特别是那些暗中势力 还有包括你们对 无尽黑洞所掌握的 一些情报 我都需要 灵神眉头微皱 为什么 杨业道 找出路 我们不应该将目光 都集中在无尽黑洞 不是吗 灵神看了一眼杨业 好 都答应你 杨业点了点头 如果我还需要什么帮助 到时我会通知你们的 说完 他转身身形一颤 消失在了天际尽头 场中 众人沉默 狮子大开口 这时 那魔族的魔君 突然说了一句 灵神诞声道 若是能为我各族 寻到一条生路 别说五百万仙京石 就算是五千万仙京石 都是值得的 仙京石虽好 但是命更好 万一他找不到呢 这时 妖神突然到 灵神沉默一瞬 然后到 那就让他千百倍还回来 众人沉默 他们自然知道灵神的意思 只是 现在的这个阳夜 不简单了 意见就差点秒杀天君 这实力 就算不如老祖级别的强者 但是 差距肯定 也不会特别大了 而阳夜现在 还只是大禅境 大禅境 想到这 众人的心情 更加沉重了 过了许久 灵神看向一旁的兵祖 前辈怎么看 兵祖微微一笑 我兵家 不掺和这些事情 我只能说 希望他能为诸位 找到一条后路吧 不然 我们大千宇宙 怕是还没有等到 末法时代完全降临 就已经崩碎了 说完 其凭空消失在了原地 场中 灵神扫了一眼四周 然后道 诸位 在这段时间内 不要去针对人族 与阳夜 他若有什么要求 只要不是特别过分的 都满足他 只要能找到出来 一切的损失 都是值得的 说完 其也转身消失在了天际尽头 不一会 众人全部离开 只剩下天君一人 此刻 天君半边脸已经不见 不过 还是可以从这半边脸上 看出争鸣与疯狂 离开冰界之后 阳夜并没有选择回人界 而是穿越茫茫星河 来到了一颗废弃的星球之上 史灵星 他现在所在的这颗星球 就是那史文明曾经的主大陆 这一次 他不单单是来寻宝的 出路 他阳夜现在是人族的头 下面的人的生死 他自然不能不管 他阳夜也许救不了整个人族 但是他会尽力去做 责任 作为一个男人 既然承担起了某些东西 那相应的责任也应该去承担 大千宇宙有着一个巨大的阵法 想要联合百族与三大家启动这个阵法 不能说不现实 但是难度肯定有的 而且 他不相信百族与佛家还有兵家 他要是看看 看能不能凭借人族自己的力量 启动这个阵法 然后带着人族离开大千宇宙 躲过这一次的末法时代 这一次来使灵星 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办法 阳夜扫了一眼四周 他神石慢慢伸延了开来 过了许久 他收回了神石 没有感受到任何的生命气息 不过还是有点收获 他发现了一座废弃的城池 阳夜身形一颤 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出现时 已经在一座非常宏伟的古城面前 城墙极高 长达近百丈 他现在的感觉 就像是一只蚂蚁站在人类的城池面前 看人类建造的城 一股渺小感油然而生 阳夜进入城中 城中一片荒凉 除了一些古老的建筑外 没有任何生命气息 而这些古老建筑不知已经存在了多少年 虽然没有坏掉 但是却已经秀极斑斑 且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 沉默一瞬 阳夜突然屈指一点 一缕剑光点射而出 痴 这道剑光直接披在了不远处的一面墙壁之上 然而 这面墙却并没有被他一剑斩碎 只是在上面留下了一道剑痕而已 好坚固 阳夜神色有些凝重 他现在的实力 这一剑的威力 就算是圣人都难以轻易戒下来的 一夜窥林 看着眼前这些建筑 阳夜已经能够感受到 曾经那史文明是有多么的强悍 阳夜在城中逛了一圈 然而 什么也没有发现 就在他要离开时 天秀突然抱着小白出来了 看着天秀 阳夜神色颇有些古怪 现在这个小女孩出鸿蒙塔 根本不需要他帮忙 也不需要经过鸿蒙塔的同意 他是想出来就出来 这时 天秀突然指了指不远处 哥哥 那边好像有东西 有东西 阳夜还未说话 那小白便是已经转头看去 过了一会 他双眼眨了眨 接着看向阳夜 小爪轻轻挥了一下 好像有东西 这是小白的意思 阳夜微微一笑 那我们过去 说到这 他顿了顿 又道 你们两个小家伙 先进去 怎么样 天秀抬着小脑袋看着阳夜 哥哥现在很厉害 可以保护我与小白的 阳夜哈哈一笑 然后道 那我们走 说着 他牵着天秀的小手 往前面走去 天秀 歪着脑袋看了一眼阳夜 眼眸内突然出现了一丝别样的色彩 但是很快就恢复正常 而这时 阳夜突然出现在了阳夜的左边 他学着天秀一样 小爪拉着阳夜的手 就这样 阳夜牵着两个小家伙 往前面前进 不一会 在天秀的事意下 阳夜停了下来 在他面前不远处 是一个巨大的高台 在这个高台的四周 是四个模样猙獰的妖兽 当然 是雕塑 这四个妖兽 形状不一 阳夜从未见过 四个妖兽雕像围绕着那个圆台 圆台中央 是一汪清水 祭台 阳夜想到了这两个字 眼前的这玩意 就像是一个祭台 阳夜低头看向天秀 这是 天秀微微摇头 不知道 就是感觉好像有东西 有东西 阳夜走到了那祭台前 在那祭台下方 刻着一些奇异的字 这种字他未见过 因此并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阳夜犹豫了下 然后走了上去 他看向自己面前 那尊妖兽雕像 这尊妖兽形状 有点类似狼 不过 只是类似 妖兽的头部 只有一脚 且呈半月形 而且 只有一只眼 阳夜就要伸手去摸 而就在这时 小白突然飞到了 他肩膀上 然后小爪 快速挥舞了起来 有危险 见到小白表达的意思 阳夜眉头皱了起来 小白对危险的感应 比他要强太多 既然他说有危险 那肯定就是有危险 没有丝毫犹豫 阳夜抱着小白 离开了那几台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 那几台 然后拉住天秀的手 我们走 天秀点了点小脑袋 阳夜拉着天秀 转身就走 而还没走几步 天秀突然停了下来 阳夜低头看向天秀 天秀抬头看着阳夜 有东西在看着我们 在我们身后 阳夜双眼微眯 他转身看向那几台 然而什么也没有 阳夜低头看向天秀 天秀道 还在 闻言 阳夜双手缓缓紧握了起来 他自然不会觉得天秀是在骗他 当下 他施展出了剑狱 然而 还是什么都没有看到 什么都没有 这一刻 阳夜神色瞬间凝重了起来 过来了 就在这时天秀突然道 小白眨了眨眼 他犹豫了下 然后一下钻到了阳夜的衣袍之中 只露出半个小脑袋 两只小爪则蒙住了自己的眼睛 阳夜看向天秀 确定吗 天秀点了点头 就在哥哥面前了 闻言 阳夜都不由有些毛骨悚然了 第2158章熟悉的剑 在自己面前 阳夜看着眼前 眼前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有 剑狱施展开来 眼前依然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 他很清楚 天秀这个神秘的小女孩不会骗他 也就是说 他面前真的是有东西的 但是 他看不到 就在这时 在他怀中的小白 突然把脑袋也缩到了进去 只留一个毛茸茸的小耳朵在外面 阳夜 天秀突然拉住了阳夜的手 然后往后退去 天秀一顺不顺地盯着面前 他另外一只手紧紧捏着 阳夜犹豫了下 然后道 阿秀 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什么 天秀脑袋微微低垂 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他想杀哥哥 想杀我 阳夜双眼微眯 抬手往自己面前就是意见 嗡 随着一道剑鸣声响起 一道剑气击射而出 然而 这道剑气毫无征兆地停在了空中 仿佛被什么东西给捏住了一般 这一刻 阳夜真正确定自己面前有东西了 阳夜还想出手 而天秀却是拉着他往后退去 阳夜犹豫了下 没有选择出手 任由天秀拉着他往后退去 就这样 他们退了足足差不多百丈后 天秀突然停了下来 他走了 阳夜问 天秀摇了摇头 他转头看向阳夜 哥哥 你先离开一下 好不好 不好 阳夜当即拒绝 他拉住天秀的手 我们一起走 天秀直视阳夜 哥哥 先离开 好不好 阿秀会没事的 而你若不走 你会有事的 哥哥就听阿秀这一次 好吗 阳夜揉了揉天秀的小脑袋 我知道你不是一般人 但是就这么把你丢在这里 我做不到 而且你应该也要相信哥哥 虽然我们面前这个什么东西很神秘 但是哥哥也是很厉害的 不是吗 天秀 天秀脸上泛起了一抹笑容 哥哥很厉害 那我们一起走 阳夜到 天秀想了想 然后点了点头 他抬头看向阳夜的面前 在阳夜的注视下 他缓步朝着前面走去 当离阳夜差不多有杖许距离时 他停了下来 他直视自己的前方 在他眉间悄然浮现异物 黄泉天命 他右手突然放在了眉间 很快 那黄泉天命就要被他拔出来 而就在那屋要被拔出来时 远处那几台突然剧烈一颤 转瞬 似乎有什么东西退回了其中 很快 祭台却又恢复了平静 而天秀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他看向阳夜 哥哥 我们走吧 阳夜看了一眼远处那几台 然后拉着天秀转身离去 不一会 阳夜与天秀消失在了始灵星 而就在阳夜与天秀离开不久 那几台突然出现了一道蓝光 转瞬 一道虚影在其中悄然浮现 坏无好事 刹那间 一道怒吼声突然自其中传了出来 声如闷雷 响彻整个始灵星的每一个角落 阳夜与天秀离开始灵星后 来到了无尽黑洞 到了无尽黑洞 才等于离开了大千宇宙 而只有离开大千宇宙的范围 他才能够看清整个大千宇宙 大千宇宙 非常的大 这其中 又包括小千宇宙 还有中千宇宙 这两个宇宙 这两个宇宙都在大千宇宙的范围之中 这整个大千宇宙 究竟有多大 怕是一位老祖 也是弄不明白的 而当初的史文明 却是能够以这大千宇宙为阵眼 创造出一个传颂阵 这等实力 只能用恐怖来形容 感受着大千宇宙 阳夜神色渐渐沉了下来 因为他觉得 想要靠人族来催动这个阵法 怕是不现实的 而且 虽然他知道了大千宇宙是一个阵眼 但是 这个阵法的具体启动方法 他也不知道 想要如史文明那般 带着整个人族迁移 难 非常难 一时间 阳夜有些愁了 末法时代 他没有经历过 但可以肯定的是 那个时代绝对不是什么好时代 应该说很残酷 没了灵气 现在的修炼者 就会像是没了水的鱼 而且 各种天灾不断出现 简单来说 末法时代就是末日时代 收回思绪 阳夜转身看向那无尽黑洞 眼前 一片漆黑 哪怕是星光都无法踏入这一片区域 沉默片刻 阳夜身形移动 进入了那茫茫黑洞之中 无尽黑洞 无尽黑暗 阳夜将小白叫了出来 他看向小白 小白 你能感受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最终 他还是决定另寻出路 大千宇宙这个阵法 怎么看怎么没戏 除非他能够联合百足 三大家一起来研究这个阵法 但是 他现在不准备这么做 因为那些人是不会相信他的 这些人 也许只有都到了绝路时 才会相信他 场中 小白扫了一眼四周 四周一片漆黑 他有点不太喜欢 过了一会 他看向小白 然后摇了摇头 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特别的地方 阳夜点了点头 那我们再深入一点 说完 他抱着小白一起消失在了不远处 一天后 阳夜穿越了不知道多少个黑洞 然而 小白却是依然没有发现什么 不过 他还是没有选择放弃 而是继续前进 就这样 又过去三天 此刻 阳夜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方位了 如果不是有那黑洞之灵在 他铁定是回不去的 终于 在第四天 阳夜就要放弃时 小白有了发现 阳夜面前 小白指的指远处 在那遥远的尽头 有一点亮光 亮光 阳夜心中已经 要知道这里可是无尽黑洞的深处 这里居然有亮光 有危险吗 阳夜看向小白 小白眨了眨眼睛 然后瘫了瘫小爪 表示不知道 阳夜 考虑了下 阳夜最终还是选择过去 找了这么多天 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发现 他自然不会放弃 阳夜抱着小白 朝着那处光点飞去 然而 阳夜却是发现 那点光点离他不是一般的远 以他现在的速度 何其的快 然而 他遇见飞行了将近一个时辰后 那处光点也只是稍微放大了一点而已 还有很长的路 阳夜继续前进 随着阳夜不断前进 那光点越来越大 到现在 那光点已经有数丈长宽 哥哥 就在这时 天秀突然从鸿蒙塔之中出来了 阳夜看向天秀 天秀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道 哥哥是要去那个地方吗 说着 他指向了那光点 阳夜点了点头 然后道 怎么 有危险 天秀轻声道 我不知道 只是觉得那地方很怪 很怪 阳夜揉了揉天秀的小脑袋 我知道 我们就是去看看 如果有危险 我们就跑 好不好 阳夜肩膀上 小白小脑袋连点 表示好 天秀犹豫了下 然后点了点头 那哥哥小心点 阳夜笑了笑 正要说话 这时 天秀突然拉住了阳夜的手 我 我不想哥哥与小白有危险 我 我不想失去亲人 我 阳夜蹲了下来 他看着天秀 阿秀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我觉得你现在有点不一样了 天秀微微低头 没有说话 阳夜笑了笑 然后道 既然不想说 那就不说 等你什么时候想说了再说 好不好 天秀点了点头 阳夜笑了笑 然后道 你们两个小家伙都给我进塔里面去 不许拒绝 快进去 两个小家伙没有反抗 乖乖地跑进了鸿蒙塔内 两个小家伙进塔后 阳夜转头看向那处光点 下一刻 他直接化作一道见光 消失在了远处尽头 这一次 阳夜将自己速度施展到了极致 现在他的速度之快 锁过之处 空间直接被撕裂开来 一个时辰后 阳夜停了下来 在他面前 是一扇巨大的白色光门 门足足有近百丈场 宽也有数十丈 其中 散发着刺眼的白光 什么也看不清 而这些白光 即使是周围的空间黑洞 也无法将其吞噬 这是什么门 阳夜眉头皱了起来 他打量了一眼四周 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现 这里 就只有这道门 进不进去 阳夜有些犯难 这门不正常 进去 一切都是未知 不进去 难道就要这样回去 如果这样 他又有些不甘心 场中 阳夜思虑许久 最终 他还是选择 进去瞅瞅 阳夜右手微微一动 断罪出现在了 他的手中 就在他要进入 那道光门之中 而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 突然在阳夜耳边响起 你这要是进去 天王老子 都救不了你了 阳夜停下脚步 转头看去 远处 一道人影 正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他这边赶来 很快 那道人影 来到了阳夜面前 那人指的指 那光门 你仔细看看 阳夜转头看去 很快 他眼瞅然一缩 那上面 有一道剑痕 这剑痕的味道 太熟悉了 正是那逍遥子的 第2159章 十招拜你 门上的剑痕并不长 只有杖许 也不深 只有浅浅的痕迹 如果不细看 根本看不出 这是一道剑气 当然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道剑气 是那逍遥子的 阳夜转头 看向眼前人 眼前这人 他曾经见过一次 正是那吴碧男子 从盗祖口中得知 眼前这位 就是五帝学院的院长 吴碧男子 走到了那光门前 知道这是什么吗 阳夜摇了摇头 吴碧男子道 我也不知道 阳夜 这时 吴碧男子又道 这个鬼地方 很不寻常 除你之外 有三个人来过这里 其中两个 分别是那五帝 还有挥出这一剑的那人 还有一个呢 阳夜脱口而出 吴碧男子笑道 你说呢 阳夜看了对方一眼 不用说 就是眼前这位了 吴碧男子转头 看向那道光门 三人 我们三人 都来到过这个地方 但是 你知道结果吗 阳夜摇了摇头 吴碧男子道 五帝进去之后 不到半课中 便是出来了 出来后 他放弃了五帝学院的院长职位 选择去做一个村夫 而另一人 另一人进去的时间比较长 差不多有一个时辰 不过 最后对方还是出来了 出来后 他对着这道门挥了一剑 这一剑 在这道门上留下了一个剑痕 只是一道剑痕 只是一道剑痕 这句话 阳夜听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吴碧男子道 这道门 可以说是我们大千宇宙 最神秘的一个地方了 这是星门吗 阳夜突然道 星门 吴碧男子转头看向阳夜 你知道的确实不少 应该是那史前人告诉你的吧 阳夜点了点头 吴碧男子摇了摇头 这史前人 得戒备一点 他们 也不简单 很不简单 至于这门 我不知道是不是星门 反正这门 不是你现在能进的 你进去过 阳夜又问 吴碧男子摇了摇头 那两个家伙都出来了 我进去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阳夜沉声道 这里面 即使是逍遥子 他都扛不住吗 这倒不是 吴碧男子道 以那家伙的实力 别说现在 就是我大千宇宙有史以来所有文明全部重现 也没有人能够奈何得了他 他进去又出来 无非两种结果 第一 里面让他没有什么兴趣 第二 里面的人很强 但是还不够强 所以 他留下了这一件 这一件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 他有那么一点兴趣 有兴趣 才留这一件 第二个意思呢 阳夜问 吴碧男子道 第二个意思是 这道门 这门里面 不简单啊 阳夜沉默了片刻 然后道 前辈对末法时代 怎么看 怎么看 吴碧男子看了一眼阳夜 我看个鬼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阳夜 吴碧男子道 你现在是人族领袖 阳夜点了点头 吴碧男子摇了摇头 你是不是嫌麻烦不够多啊 还是觉得当什么人族领袖很威风 阳夜道 不是 只是 我走到了那一步 既然走到了那一步 有些东西就得自己单齐 文言 吴碧男子眼中闪过一抹赞赏 这个想法很好 男人吗 责任二字 无论如何 也是不能丢下的 好了 不扯这些了 跟我回五帝学院一趟 去做什么 阳夜问 吴碧男子笑道 有没有兴趣执掌五帝学院 执掌五帝学院 扬夜眉头皱了起来 钱被什么意思 吴碧男子沉默了片刻 然后到 当初五帝将五帝学院交给我时 我也是没兴趣的 不过 为了还他一个人情 没办法不做 当然 现在我也没有兴趣 不过 你既然卷入了世俗斗争 那这五帝学院对你来说 应该还是有帮助的 你若执掌五帝学院 对你与人族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为什么是我 吴碧男子道 不是你 吴碧男子道 你不能当五帝学院的院长 阳夜 吴碧男子道 我说的是那安丫头 如果他愿意 他可以随时上位 当然 他当了五帝学院院长 跟你当没有任何区别 反正他迟早也会是你媳妇 不是吗 阳夜 这时 吴碧男子哈哈一笑 你小子这点厉害 这丫头的脾气 我也是知道一些的 你能够拿下他 很厉害哈哈 阳夜看了对方一眼 然后道 让他做五帝学院院长 是五帝前辈的意思吗 吴碧男子摇了摇头 是我的意思 当然 他不会有任何意见 因为当下 没有谁比他更适合了 而他获得了五帝传承 在大千宇宙的名气 也是唯一一个不若你的 如果他要做五帝学院院长 也是服众的 现在 就看他自己愿不愿意了 这时 安南静出现在了阳夜身旁 吴碧男子看向安南静 安南静看了一眼阳夜 然后道 愿意 阳夜轻声道 如果你不喜欢 不要勉强 没有五帝学院 我阳夜也不居任何人 他自然知道 安南静愿意当这五帝学院院长 多半是为了他 因为他如果执掌五帝学院 对他阳夜来说 就相当于多了一个超级助力 安南静道 吴氏当当也好 阳夜还想说什么 安南静却是道 就这么决定了吧 阳夜看了一眼安南静 然后道 好 走吧 这时 一旁的吴碧男子道 现在就带你们回五帝学院 嗯 最好今天就让这安丫头上位 这样我就丢下了一个包袱 哈哈 说完 其右手一挥 直接带着阳夜与安南静 消失在了场中 而在吴碧男子离去的那一刻 阳夜与安南静并没有发现 吴碧男子看了一眼 纳道光门 五帝学院 中年男子直接带着阳夜与安南静 来到了五帝学院的五帝峰 五帝峰也是五帝学院的主峰 也是五帝学院核心所在 凡我五帝学院学生者 素来五帝峰 五帝学院响起了吴碧男子的声音 院长 这一刻 整个五帝学院皆是沸腾了 对于五帝学院的这位院长 可以说 即使是五帝学院的一些长老都很少见过 因为太神秘了 神秘到大家都只知道副院长 而前一时忘记了五帝学院还有一位院长 而现在 这位院长回来了 很快 五帝学院的学生纷纷赶往五帝峰 不仅学生 就是一些长老以及教学的学师都赶往五帝峰 不一会 五帝峰热闹了起来 五帝殿前 吴碧男子站在台阶上 在他右边 是一名老者 正是五帝学院的副院长 而在他的左边 则是安南静 安南静身旁是杨叶 在下方 是无数五帝学院的学生 此刻 这些学生皆是好奇地打量着吴碧男子 吴碧男子看了一眼下方众人 然后道 吴自认院长一直以来 常年不在院内 学院之中 大小事皆是副院长代理 吴自知诗职 现在 我宣布 即刻起 我不再担任五帝学院院长一职 哗 场中一片哗然 辞职 许久不见的院长 刚一出现就要辞职 众人心中震惊不已 而这时 吴碧男子又道 至于新的院长 我已经替你们找到了 说着 他看向身旁的安南静 对于他 想必诸位都不陌生 此刻起 五帝学院院长一职 由他担任 当然 不服的也可以出来 只要你能打赢他 五帝学院院长就你来当 安南静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安南静 对于安南静 他们自然是不陌生的 毕竟安南静可是在五帝学院待过的 至于不服 应该是没有人不服的 就算不服 也不敢出来啊 眼前这女人 可是与杨叶齐名的存在 那是能秒杀圣人的超级妖孽啊 无比男子扫了一眼四周 然后道 看来诸位是没有什么意见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 今后 五帝学院的院长 就是这安丫头了 说完 他看向身旁的副院长 就辛苦你再多劳累几年了 副院长苦涩一笑 他有点郁闷的 因为两人院长都是那种不管事的家伙 当初的五帝也是 现在这位也是 而这位更离谱 几乎不回五帝学院 当初如果不是五帝学院有了麻烦 这位出现解决了下 怕是他都见不到对方 而现在 这安南静上尉 看这样情况 怕是也是一位不怎么管事的 劳碌的命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在场中响起 院长 击败他就能当院长吗 众人寻声看去 说话的是一名二十来岁的青年男子 男子身着一袭白色长袍 脸上戴着十足的傲气 是云凡师兄 场中有人惊呼 台阶上 无必男子看向副院长 副院长道 新来的一位天才 忘记跟你说了 这少年很不错 天赋很强 安丫头不在的这段时间 他击败了学院之中的所有学长 而且都用了不到十招 什么都好 就是这兴致太傲了些 就在这时 下方那青年男子突然看向安南静 然后伸出了一只大拇指 然后倒转大拇指 十招 十招击败不了你 以后我跪着走路 众人 第2160章幽明宫 十招 场中一片安静 安南静是什么存在 那可是斩杀过圣人的啊 而这云凡竟然扬言十招击败他 台阶上 无必男子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只是看向安南静 下一刻 安南静突然消失在台阶上 再次出现时 已经在那云凡的面前 后者反应也是极快 在安南静消失的那一瞬间 其右手紧握成拳 然后猛地朝自己面前 就是一拳轰出 轰 场中 一道炸响声突兀的响起 紧接着 一道人影直接被震到了百丈开外 这道人影正是那云凡 而那云凡刚一停下来 安南静便是出现在了其面前 转瞬 一道道炸响声不断在场中响起 砰砰砰砰 场中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只见那不可一世的云凡 被安南静提着一只脚 不断往四周的地面猛砸 而那云凡竟然毫无抵抗之力 众人 不远处杨叶摇了摇头 首先 这云凡确实有两下子 因为对方接住了安南静三招 前面三招 这云凡硬生生接了下来 但是也仅此而已 安南静的实力 就算来几位圣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至于这云凡 还是太年轻 半课中后 安南静停了下来 他回到了台阶之上 而下方 那云凡已经躺在了地上 场中寂静无声 就这么败了 台阶上 安南静看了一眼那云凡 道 不用跪着走 低调一点就好 低调一点 这一刻 五地学院的学生 对安南静的敬佩顿时蹭蹭的上涨 安南静的实力强 又是女子 而且还是年轻人 对于这些五地学院的学生来说 让一个老头来当院长 自然没有一个年轻的女强人来当有乐趣 就这样 安南静此刻起成为了五地学院的院长 有史以来第一位女院长 五地学院后山之巅 吴碧男子站在山巅之处 在他身旁是安南静与杨叶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这时 吴碧男子突然道 你们两个自己都要小心点 不管是那史前人 还是幽冥殿亦或者神族 还有那三大家以及宇宙之灵那一方 这些都不是善茶 应该说这些势力都已经在蠢蠢欲动 现在的大千宇宙看似平静 其实就差一根导火索了 说到这 他看向杨叶 而你杨叶 极有可能就是这根导火索 为什么杨叶不解 灵主 吴碧男子轻声道 这小家伙的能力 比你想象的还要强大 他很有可能会成为大家争夺的对象 现在不争夺 是时候不到 但是时候到了那一天 你小子怕是承受不住这些杂毛的针对 都很强吗 杨叶问 吴碧男子点了点头 很强 据我得到的消息 神族曾经那位不可一世的士天族长可能要苏醒了 这也不是一个善茶 还有幽名殿那位 总之 接下来的时间里 你们两个自己小心点 还有 五帝学院那图书馆可以去看看 里面都是五帝那家伙收集的一些大千宇宙的资料 各种资料都有 都记下来 对你们有好处 前辈为何要帮我 这时杨叶突然问 吴碧男子看了一眼杨叶 然后道 以后你就会知道了 说完 其不再说话 身形一颤 直接消失在了天际尽头 场中只剩下杨叶与安南静 过了一会 杨叶看下安南静 我们去那图书馆看看吧 安南静点了点头 杨叶与安南静来到了五帝学院的图书馆 两人来到了最高层 没有人阻拦 接下来的两条时间里 杨叶开始疯狂吸收图书馆里记载的那些资料 如吴碧男子所言 这些东西真的很有用 因为这里面记载了神族 虚灵族 史前一族的一些事情 虽然不全面 但是可以说 这些消息是别的地方绝对没有的 就是史文明都有一些记载 可惜的是并不多 除此之外 还记载了四大家与百族各族之间的一些事情 对于这些势力的记载就很详细了 这些族的恩怨 各族与各族之间的矛盾 矛盾是如何形成的 这里都有记载 收获很多 五天后 杨叶与安南静离开了图书馆 图书馆外 杨叶看着面前的安南静道 我要先回人族一趟 你应该是没办法跟我回去了 安南静点了点头 有些事情需要我处理 你若有事 通知我 杨叶点了点头 你也一样 若是有什么事情 记得通知我 别一个人扛 我不会一个人扛 你也别 知道吗 安南静看了一眼杨叶 然后道 好 杨叶笑了笑 然后转身化作了一道见光 消失在了天际尽头 在杨叶离开后 那副院长出现在了安南静的身旁 副院长看了一眼杨叶离去的方向 然后道 他如果肯放弃那只领主 会少很多很多的麻烦 如果他愿意用领主做交易 则会为自己争取到很大的利益 那就不是他了 安南静轻声道 副院长点了点头 然后看向他 五帝学院会卷入进去 对吗 安南静转头看向副院长 你觉得目前这个时代 五帝学院能够置身事外吗 副院长摇了摇头 安南静道 我五帝学院有多少位圣人 九位 副院长道 都是实打实的圣人 没有水分那种 其中有两位更是深不可测 可以说半只脚踏入了祖境 不过 常年都在闭关 很少出来 他们会听我的不 安南静问 副院长犹豫了下 然后道 怕是有点难 毕竟你很年轻 安南静道 告诉那些圣人 不听我的就两条路 要么死 要么离开五帝学院 副院长心中一惊 你 安南静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既然我执掌五帝学院 那我需要绝对的服从 我不喜欢勾心斗角 也不喜欢啰嗦 他们不听 那就离开我的地盘 不离开 那我就杀了他们 要是他们都不听呢 副院长突然道 安南静看向他 那就全杀了 副院长 安南静道 有我在 五帝学院没有圣人 也无人敢来办 说完 其转身离去 原地 那副院长苦涩一笑 他有些低估 安南静这位女子了 一开始 他以为 安南静只是做做样子 不会实际掌控五帝学院 而现在看来 并非如此 安南静瑶 真正掌控五帝学院 而那些圣人 并不知道 安南静的可怕 这个女人 要杀一位圣人 真的没有难度啊 最可怕的 还不是这个 最可怕的是 他身边还有一个杨业啊 这安南静在五帝学院 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以杨业这暴脾气 肯定会把五帝学院给拆了 麻烦 副院长摇了摇头 转身消失在了原地 杨业离开五帝学院后 来到了茫茫星空之中 他就要回人界 而这时 一名女子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是你 杨业眼中闪过一抹诧异 眼前这人正是幽名殿的名女 名女 杨业心中非常惊讶 他没想到在这见到名女 名女看了一眼杨业 然后道 有人找你 想与你谈谈 跟我来一趟 说完 起转身就走 见到这一幕 杨业眉头微皱 这名女有点不寻常啊 犹豫了下 杨业还是跟了上去 路上 杨业看了一眼身旁的名女 二姐醒了 名女微微点头 已经醒了 闻言 杨业心中一喜 大姐呢 名女轻声道 也醒了 杨业笑了笑 然后看向名女 你们十姐妹 不对 是十一姐妹都齐聚了吧 名女点了点头 你们幽名店店主呢 杨业又问 也就是那少司幽店主 她也出现了 对吗 名女停下了脚步 她转身看向杨业 小白在你身上 对吗 闻言 杨业双眼微眯 她看着名女许久 然后笑道 在我身上 怎么了 名女微微摇头 没什么 跟我来吧 说完 其速度加快 杨业看了对方一眼 最终她还是选择跟了上去 穿过茫茫星空宇宙 在大约一个时辰后 名女停了下来 此刻 她与杨业面前 数百丈开外的星空之中 屹立着一座漆黑的宫殿 杨业抬头看去 在那宫殿大门正上方 刻着三个大字 幽名宫 幽名宫 名女转头看向杨业 走吧 说完 其直接化作一道幽光 进入了那宫殿之中 原地 杨业也没有犹豫 直接跟了上去 进入宫殿之后 一道娇小生子远处传来 欢迎杨小兄大家光临 嗯 我知道杨小兄 是一个直爽的人 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 领主 我幽名殿需要这个领主 不知杨小兄可否割爱 杨业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不能 感谢您的 感谢您的 领主 感谢您的 意愿意 和